由香港法律团体准备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申请 将调查美国是否参与香港近期发生的示威事件 加入联合国安理会的议程 香港民间团体组织 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周五召开记者会 表示最快将在下个星期一 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申请 促请将调查美国是否参与香港近期发生的示威事件 加入联合国安理会议程 申请内容包括持续在香港所发生的 暴乱及紧张情况 会否威胁国际和平和国际安全 会否调查美国透过其组织或人员 注资 赞助 以及提供援机与任何组织 公司 政治团体或个人 提供训练以及煽动前线示威者 学生以及反对派人士 直接参与或间接策划 因香港逃犯引渡条例而引起的非法的集会 以及暴动活动 会否调查美国透过其组织或人员 直接协调或暗中指挥示威行动 协同认同美国利益的本地与外国媒体 发布偏颇资讯 因香港逃犯引渡条例而引起的非法的集会 以及暴动活动 以及会否调派内部监督事务厅 向索罗斯基金会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机构或人员 就上述两点进行调查 第一就是考虑一下 现在香港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国际纠纷 有一个很可能的国际安全和国际和平的问题 就是中国和美国会不会在香港这个地方 因为这件事爆发一个武装冲突 如果有这样的可能性 联合国被司长应该考虑 那其实有没有我们这个申请 他都应该要考虑的了 但可能我们这个申请就能够提供更多资料 给联合国秘书长 马安国强调任何民主诉求 都要在法律框架下寻求 法治一定是重要 民主都重要 但是民主诉求 一定要在法律框架下寻求 你不可以因为你有个诉求 你就可以犯法打人杀人 射警察 集警 非法集结 全街这样去伤害我们香港的交通 不被人搭车 上个车又不被个车走 喂 这些是不可以这么做的嘛 另外 记者会现场还展示了 基金会在网上或社交媒体上 收集到的相关证据 凤凰卫视金小飞 香港报道 在网上或社交媒体上